面對Delta之後可能的新一代魔王 Omicron變異株 好不容易才重啟經濟 開放邊境的歐美各國如臨大敵 紛紛禁止外籍人士從非洲南部入境 但早在政府拉高防疫措施前 Omicron變異株就已乘息入侵 這個疫情在世界中的兩種疫情 已經在英國認識了兩種疫情 在比利時通報歐洲首例Omicron變異株確診後 包括英國、德國、義大利以及捷克 就連地球另一邊的澳洲也都證實國內出現確診病例 在比利時通報歐洲首例Omicron變異株確診後 包括英國、德國、義大利以及捷克 就連地球另一邊的澳洲也都證實國內出現確診病例 另一方面荷蘭也爆出在篩檢兩架來自南非的班機旅客時 驗出約60億例確診 當局跟坦言他們相信其中有一部分感染的就是新的Omicron變異株 首先,我們必須減輕鬆的發展 這個疫情在英國的疫情 因為疫情在附近的附近 可以只能否停止和延遲的新疫情 而不停止它們的新疫情 所以,在加上這些疫情我們已經採用 在這些疫情中所採用的情況下 在近十天天的疫情 我們將會需要所有的疫情 那些人用了感染的疫情 可能是10天的疫情 無論是你的疫情的性格 深怕Omicron冰衣株導致疫情再度升溫 這也讓英國首相強聲宣布 除了呼籲民眾接種加強針疫苗 戴上口罩外 當局還要求所有入境英國的旅客 都必須接受病毒篩檢 並進行自我隔離 直到檢測陰性報告出爐 此外目前同胞一起Omicron病例 還有七起疑似病例的以色列 中六更直接宣布 禁止所有國家旅客入境 回期14天 成為全球第一個因擔心Omicron疫情擴大 而決定鎖國的國家 以色列的大動作防疫或許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相較原始的新冠病毒 Omicron病例株極蛋白上有32個突變處 是Delta病例株的兩倍 不僅傳染力可能更強 現有的疫苗效力恐怕也會降低 專家更形容 Omicron具有過去Alpha到Delta等變種病毒的嚴重突變 可說是各個病例株的極大城 透過意大利羅馬兒童醫院科研團隊 發布的首張Omicron病株圖片 並跟Delta病毒比較 就能發現新病株有更多的極蛋白突變 而且多半位於與人體細胞相互作用的區域 但研究人員也強調 儘管Omicron病株恐怕更能適應人體 但從南非地區住院人數尚未顯著成長來看 新病株的致命程度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國際中心 綜合外電報導 剛才的轉換 歸第四搜射 第四搜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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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搜射 第一搜射